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姐妹 你们好 我们在这个系列《圣经人物与你》 曾经讲了九讲 今天讲第十讲 但是还是同一个人物 不过他的名字改过了 我们上次所讲的是亚伯兰 现在他的名字被上帝改作亚伯拉罕 那么亚伯兰的意思是非常崇高的意思 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 上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 对我们的关系 对我们今天的启发 所以重庆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了教训我们 鼓励我们 尤其是其中的正面的人物 就像我们的先贤那样 亚伯拉罕怎么样 本来住在一个很舒适的 一个城市 繁华的城市 但是呢 那个城市有许多败偶像的举动 不良的作风 上帝就要他离开 本族本家 他愿意顺从 尽管他还不知道 所去的地方是什么 但他听从上帝的吩咐 我们知道 在离乡背景 尤其跋涉长途 是很艰辛的 何况到了新的地方呢 不等于就是说一泛丰盛 没有考验 不 首先遇到饥荒 那饥荒的问题 解决了 就是说在埃及 他们逃难到埃及 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但是呢 他们的安全又受到危险 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 怎么样 撒来 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一位妇人 她的名字 撒来就叫做 怎么样 王后 结果 这个埃及的王 法老 听人这样一介绍 看上了她 所以又遇到了威胁 但上帝还是拯救了他们 好了 这些事情平息了 怎么知道 又在家庭里面 家族里面出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是他带大的一个 侄子 罗德 开始 因为 举家来到异乡客地 没有什么很多的财产 当时的财产 不是经营珠宝 主要是怎么样 牛羊 这些 因为是个 群慕业的社会 结果呢 罗德的用人 跟亚伯拉罕的用人 争吵了 因为水盐不够 草地不够 结果 亚伯拉罕就非常大度的 让罗德先见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向左 罗德 就捡了好的 但是 上帝也给 罗德一个教训 结果呢 在一次战争当中 他全家 所有财产 都被掳掠去 不过 亚伯拉罕 非但不计旧仇 他的心胸 非常的开阔 而且就带了 318个家丁 去打仗 把他们救回来 救回来以后呢 他的风度 又这么的好 首先 他怎么样 正像他 离开家庭 离开 这个原来家乡以后 每到一个地方 圣经记载 第一件事情 他就做一做谈 求告上帝 亲近上帝 因为他觉得 不是依靠自己 也不是依靠人 是要依靠 全能的上帝 爱他的上帝 同样的 当他打了胜仗 有很多战利品 他首先把十分之一 就献给大祭司 卖祭洗的 然后呢 这个索多玛王 就讲 东西你都拿去吧 就要人还给我 但 要不然说 我什么都不要 就连个鞋带都不要 免得你讲 是你死我父主 你看 他对上帝实义 非常的忠诚 对所谓额外的收获 他分文不沾 但是呢 又很有意思 他只有我仆人 所应得的份 你们就给他 你就看见 在一个钱财的问题上 亚伯拉罕是处理的 这么的好 非常感人 非常感人 那么今天 我们要继续的讲 信心之主 或者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 那么 圣经并不是都是怎么样 只是歌功颂德的 只是报喜不报忧的 不 他是非常忠实地 记录了 那个被称为 信心之父的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在成长过程当中 曾经有过失足 有过软弱 也把他人性的 这个缺点 也刻画了出来 那么 我们就说 在亚伯拉罕 率领了 318个家丁 打败了 有四个王 这个组织的一个联军 以后呢 他就想到 哎呀 这些人将来会不会 又来进攻呢 所以 他就 有点 胆怯 对不对 有点胆怯 那么这是可以想象的 亚伯拉罕特别想到 我又没有孩子 对不对 我的所有的财产 将来谁来继承呢 如果 有敌人来进犯 有谁能够跟我一起 并肩作战呢 所以 他就想到这个问题 建策人心的上帝 知道他的心是一年 就在这个 异想当中 对不对 安慰他 怎么讲呢 他说 你不要惧怕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逼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本来是 很担心 如果敌人反扑过来 他 怎么来 预防 或者将了他 年老了 财产水来继承 今天上帝说 怎么样 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 心里面想 我孩子都没有 你再赐福给我 我有什么用 我有什么用 那么 结果就 暴露出 亚伯拉罕 心里面 内心常常 揣想的问题 他就说 耶和华 我既没有儿子 你还 赐给我什么呢 他就大胆地问 而且 他又自己做大我 他说 我没有儿子 那我有一个 很忠心的仆人 叫 以利谢 是不是 他 他是个大马射人 他不是 就当我的儿子 来照管 我的财产 甚至继承 我的财产呢 但上帝怎么讲 上帝说 不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世 而且呢 又领他到外面 去看看天上的心 哎呀 我们知道 现在 有望远镜 射电望远镜 哈勃望远镜 看到千千万万的心 但是 按照人的肉眼呢 据说眼睛好的 也可以看到 六七千颗心 那么 上帝就说 将来我要使你的后衣 像 海边的沙 像天上的心 那么多 哎呀 你不讲还好 一讲他 似乎更加强 我现在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 这么多的孩子呢 但是 亚伯拉恩 还是相信 圣经就讲 他相信 这就算为他的意 他的意 一言为定 而且呢 上帝还用了一个 献祭的利约的记号 跟他 好像敲定了 但是我们说 信心之父 并不是天生的 在他成功的路上 也曾经留有 失败的记录 当亚伯拉罕 和他的妻子上来 在迦南地 就在 异乡客地 已经住了十年 七十五岁 离开 到那里住了十年 八十五岁 八十六岁 还没有孩子 他们随着 这个 岁月的进展 开始有点 疑惑 这么多家业 谁来继承呢 自己又开始 年老力衰了 有谁能够 帮助和保护自己呢 一律一谢 这仆人是非常好 但上帝 讲得很清楚 不算 一定要你自己 所生的 才能够算为你的后子 好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自己生吧 十年都过去了 现在呢 生育的年龄 七十都好像 要过了 怎么可能呢 在这样的时候呢 萨莱就出了一个主意 这主意也是符合 当时社会的 一个习俗或者规律的 如果自己 不能生养 那么就怎么样 把自己的 婢女 在中国人家丫头 上来说 这样这样这样 对她的丈夫 亚伯然说 这样 我把我的婢女下甲 给你 让她替你生个孩子 我 我可能不能生 但她可能会帮你生啊 那么按照当时的 法律风俗习惯 生下来也算我们的孩子 至少 有我们的血缘呢 我们知道 结果呢 也真的是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一个孩子 而且是南海 而且是南海 那么 可以说 一时之间 他们为了 他们的心愿达成了 而感觉到 非常的欢喜 但是 短暂的 欢乐之后 就像这火炎这样 很快就熄灭了 据之而来呢 是家庭内部的 一种 分裂 矛盾 圣经里面讲 她的婢女下甲 怀孕了 有了孩子了 开始就看不起 她的祖母 下来 当然下来 一方面说 我自己又不能生 第二呢 又看着下甲 她的婢女的眼色 所以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 再加上呢 生下来的 以斯玛丽 对不对 这孩子呢 啊 因为这个 下甲是埃及人 出力出气的 哇 这个 言语行为 动作 好像都不是 那么的 够理想 够完美 甚至于 有些 坏习惯 亚伯兰 这时候 非常的心骄 他想 怎么办呢 我现在 得了这样的孩子 难道这样的孩子 将来 就继承 我的产业 等等吗 所以 非常非常的 难过 再加上呢 下甲跟 这个 杀来 有矛盾 有的时候 可以说是 很不愉快 到最后 不得不把 下甲跟 以斯玛丽 要赶出去 分开 分开 那么 圣经有一个记载 我觉得是 很触目惊心的 就说怎么样呢 当时 亚伯兰 跟 上来 生 以斯玛丽 就从 下甲生 以斯玛丽的时候 是 86岁 上帝75岁 应许他 有孩子 但到了 86岁 但这个孩子 不是上帝 应许的 是用 自己的聪明 用自己人为的手法 而得来的 在圣经里面 我看到 创世纪的17章 第一节 说 亚伯兰 99岁 99 节86 多少 13年 之前是完全空白 我们知道 今天的圣经 虽然是 分章分解 但是以前是不分的 当中 一跳就跳 13年 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什么呢 因为亚伯兰 不能忍耐 等候上帝 应许的实现 因为亚伯兰 接纳了 他妻子 萨莱的意见 萨莱想用 人的手法 来 满足自己的心愿 结果 留下在人生 这一片的空白 中国话讲 法善 可成 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录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就在这个空白里面 相反反映 可以说 亚伯兰 亚伯兰的心 非常的伤痛 家庭当中 充满了 混乱不安 但是 上帝 永远是 爱人的上帝 上帝知道 人的软弱 也包括知道 亚伯兰 萨莱的软弱 圣经就这样的真实 就记载了 怎么样呢 13年以后 上帝怎么样 上帝向他显现 圣经讲 亚伯兰 年 99岁的时候 耶和华 向他显现 有没有记得 耶和华就是 自由拥有的意思 耶和华就是 公义跟慈爱 上帝的意思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衣 极为繁多 亚伯兰 伏伏在地 上帝 怎么样呢 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字 不要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经 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衣 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来 君王从你而出 上帝同时 也把赛来的名字 改作撒拉 就是多国之母的意思 我们知道 名字的更改 往往是有重大的 一个意义的 尤其在人生 某些关键的转折点 或者是对某个重大事件 的一个纪念 前此 亚伯兰固然是一个 德高望重的人 被家丁 被部落 被周围的人看作 非常的德高望重 是很崇高的父 而赛来呢 也是非常的 美丽 高贵 但是 现在 他们的影响力 不单单是在当时 当代 而且要 实际到 后来 许许多多的世代 是上帝所指示的 非但 从亚伯拉罕 一百岁 撒拉九十岁的时候 上帝呢 按照他的应许 终于给他生了一儿子 叫以撒 但我们知道 八十六 到一百岁 也经过十四年 意思上帝就说 你第一次考试 不及格 再要考试 亚伯拉 忍耐 等候 上帝的应许 终于呢 以撒出生了 这个 而且 从一个家 发展到一个民族 就是希伯来民族 由希伯来民族 再形成一个国家 就是古以色列国 特别是 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呢 是要从 大位王的后裔 而出来的 历代所 羡慕所 盼望的 并且使得万国 要得到福分的 就是他 就是亚伯拉罕的 一个后裔 特定的一个后裔 我们知道 在亚伯拉罕的余生当中 还有两件事情 对吧 被记录在圣经里面 他们非但 显明了 怎么样呢 显明了 亚伯拉罕的信心 盼望 和爱心 而且表明 他属灵的经验 越来越 成熟 如火成心 而且在他身上呢 预表了 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 以及 正在 进行的事情 有一句怎么样 索多环 访问那个城市 因为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 当这些刑罚的天使 怎么样 要去到 要去到 天使告诉他说 上帝要毁掉 用火焚烧 索多环 跟 额莫拉 亚伯拉罕一听 首先想到谁 他的子子 罗德 他的一家 还在 索多环 额莫拉 因为 罗德 自从认为 拣选了好的以后 圣经记载了一句 很值得的 声势 罗德就 渐渐的 挪移 他的帐篷 就是他的家 直到索多环 一个毁灭的城市 所以 亚伯拉罕就 想到了 这个城市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尤其是 有他的亲属在那里 所以 亚伯拉罕 怎么样 在天使快要 离开的时候 亚伯拉罕 就向上帝说 他说 无认善恶 你都要 瞧灭吗 把一人和二人 同杀 把一人和二人 一样看待 这个断不是你所行的 这句话表明 亚伯拉罕 对上帝认识 是非常的深沉的 有没有 深刻的 他知道上帝绝对 不会不公义 不慈爱 不慈爱或者不公义 不会的 那么 他说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他对上帝的圣灯认识 是清楚的 所以他就直求 他说 如果这个城里面 有五十个义人 上帝 你是否还要毁灭他们呢 上帝说 不 不 我如果在索多玛城 看见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 饶恕那个地方的众人 那亚伯拉罕心里面想 上帝既然是这样讲的话 那么 看来 可能五十个人还不够吧 因为上帝说要毁灭 五十个人 然后 亚伯拉罕就放胆了求 后来简直是 战战兢兢的 一次一次的 苦苦的哀求 四十五个怎么样 上帝说 四十五个 也不毁灭 四十个怎么样 四十个也不毁灭 三十个 三十个也不毁灭 二十个 二十个也不毁灭 哎呀 要不然说 你 你原谅我 让我再求一次 我不敢多求 再求一次 他说 如果有十个 一人在索多玛 你毁灭 不毁灭 亚伯拉罕心想 罗德的一家 已经好几个人 再加上 总有其他几个 这么大的城市 上帝甚至说 就是有十个 我也不毁灭 那个城市 但怎么样 但怎么样 索多玛城 还是被毁灭 毁灭 亚伯拉罕这个祈求 就预表了 耶稣基督 今天在上帝面前 为我们的代求 今天有人说 为什么世界 这么多的自然灾害 这么多的罪恶 这么多的不幸 痛苦 疾病 还不接受这个世界 新天新地 上帝应许的国度 怎么还不来 上帝并不是单言 上帝是宽容这个世代 因为上帝还希望 有多一点的人 能够得救 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 就代表了他 预表了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宗宝 今天在为我们代求 关于索多玛的事情 我们以后再讲到 罗德的时候 还会再讲 另外一桩惊心 动魄的事情 就是发生在 亚伯拉罕身上是 有一次 上帝为了 试验亚伯拉罕 就对他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里亚山去 在我说 只是你山上 把他献为凡记 这是创世纪 22章所讲的 儿子 就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又不是不好的 是你所爱的 而且叫以撒 以撒的名字就是 使得大家都欢喜快乐的 固然以撒的出生 是老来子 使得他的父母 非常愉快 使所有关心他们的 亲戚朋友 甚至邻居 都感到愉快 再加上以撒是这么一个 令人可爱的 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所以 但今天上帝说 你要带着你的儿子 你的独生子 你所爱的以撒 使人欢乐的 大家 我所指示你山上 现为凡记 多痛苦啊 多痛苦啊 他想 有很多 很多想法 撒旦也试探他 对不对 上帝说 应许给你孩子 现在要你 怎么 把孩子献上 非但是 一般的献上 而且要你亲手 杀了他当祭物 上帝以前 半步的命令不说 不可杀人吗 你怎么连要杀 你自己的儿子呢 啊 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 上帝是爱你吗 还是你怎么样怎么样吗 亚伯拉罕不敢 告诉他的爱气 所以 一早 就很快的 带着仆人 带着以撒就走了 一路走 一路走 开始还有谈 但是 亚伯拉罕心里挣扎得很厉害 以撒 他就问爸爸 爸爸 这个 献祭的柴火也有了 对不对 火也有了 但寄生在哪里呢 哎呀 这句话像刀一样 刺进亚伯拉罕的心 亚伯拉罕说 上帝必须会预备 走 他想三天的路程 最好走完了一天 第二天上帝说 回去回去 一天 两天 三天 到了这个山 怎么样 亚伯拉罕 一下子 把他的儿子绑住了 要放在台上 献人反击 那正要献的时候 天上有声说 不可动手 一点都不会伤害他 现在我知道 你爱我 听我的话 过于爱你的儿子 这是一桩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详细的讲 但这个就是预表了 几千年以后 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 天赋的心情 就是亚伯拉罕的心情 以撒的顺从 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 为了拯救这世界 他愿意为我们牺牲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圣经的故事 是非常的动人 很深刻 今天我们如何 耶稣这样的爱我们 为我们牺牲 上帝这样的关怀 要拯救我们 离我愿意不得响应 愿主能够光照我们 在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上 看到我们自己的信心 需要怎么样尊重 增长 我们的顺从 应该怎么样的无条件 因为上帝就是爱 他绝对不会拿走 任何对我们真正有益的事情 相反 他要赐福给我们 带领我们 愿主 能够帮助我们的灵性 能够成长 使我们越来越 能够成熟 做上帝的好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